刚才我说了这么多话,跟当下的教养有什么关系呢,有什么关系呢 好了,说明是当下嘛,当下就是现在呢 说回刚才吃东西那里,我们经常都用很多时间,用很多精力 去想一下,如何逼子女去吃那些不喜欢的东西 如何逼子女,让她们有均衡的饮食,例如像我儿子那样 她不喜欢吃菜,她不喜欢一条菜都不吃 在我很久很久之前,我就会一直想,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她们吃到菜呢 尤其是威逼,尤其是利友,硬硬塞,什么都试过 那为什么我会用这些方法呢 为什么呢? 其实我自己,我自己检视过就是,其实这些方法就是我小时候我妈对我的方法 很简单,就是我重复一些我上一代的教养方法 那我上一代的教养方法在哪里呢? 我重复上一代的教养方法,对不对? 其实我们基本上一点都没有她就着我面前这个人 我当下的这个关系,去作出任何的改变,或者去作出任何的新的演绎 我们很快很快就会不断地重复一些旧友的模式 那所以呢,刚才我讲的东西,和当下的教养有一个关系的就是 其实,如果你想你的小朋友去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 如果你只是用旧友的教养模式 可能是你妈妈那代的教养模式就是用control,控制,威逼你有 其实这些方法是没有用的 那我还可以拿到这些自动方法 一定要用来的自己就会靠这些爬旋回来 是我最好的主持人 所以那我就很快就会发泄过到这些步骤 你把玉子和紫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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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紫厚